第102集 古先生皱起眉头,沉吟道 嗯,这事儿真不好办 所有开支都有明细账目 令两家一算贬值还剩多少 我如何云给你们 韩氏和姜妈妈据是心一凉 充满了绝望 但听古先生又道 嗯,我再想想办法吧 孙先生去送古先生 韩氏身子一软,躺在了椅子上 失神地纳纳着 完了,这回真的完了 一切都完了 姜妈妈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亏本已成定局 老本亏了便亏了 可这前前后后七十万两印子钱 该怎么还 每个月光利息就得四万多 还有二十万印子钱 下个月就到期 库房里能卖的东西 差不多都卖掉了 东芝们那十八间铺面 没有二少爷出面 根本就卖不掉 这该如何是好 姜妈,我该怎么办 我就做梦也想不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所有的希望 我的心绪全都完了 老爷若是知道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呀 韩氏无助地哭道 姜妈妈轻拍她的背 苦涩道 夫人,先别慌 古先生不是说 会想想办法吗 韩氏哽咽着 他就是把剩下的都给我 也是远远不够啊 夫人 这事还是跟老爷商量商量吧 瞒下去不是办法呀 老爷再生气 您总归是他的结发妻子 老爷不会不管的 姜妈妈劝道 事态的发展 已经不是夫人可以控制的了 那些个放印子前的 大都背后有靠山 又是些穷凶极恶之徒 要钱不要命 官府也怕他们三分 这要闹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韩氏抬头 漆黄地看着姜妈 可是 我怕呀 我不敢 老爷早就对我不耐烦 嫌弃得很 巴不得我早点死了 省得爱他的眼 我要是把这事告诉老爷 他还不趁机把我给休了 姜妈妈抹了把老泪 真想说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可夫人已经这般凄惨 又怎好再数了夫人的不是 夫人 只包不住火呀 与其等人家找上门来 还是您自己跟老爷说明的好 老爷如今对夫人是冷淡了许多 可夫人好歹还有大少爷 有小姐 老爷便是不顾念夫妻情分 看在大少爷的面子上 也不会做事不管的 姜妈妈劝道 韩氏心里微微动摇 旋即又摇头 欺然道 明珠已是这般光景 自身都难保 明泽又这般懦弱 我如何指望地上他们 姜妈妈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 要不跟大少奶奶商量一下 她那些嫁妆 起码值得十几二十万两银子 下个月二十万的印子钱 可就要到期了 韩氏一愣 犹豫道 她会同意吗 她不同意 也得同意呀 这女人就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夫人您若是倒了眉 大少爷不是跟着不受待见 她也捞不着好 只要帮着夫人渡过这次难关 以后不怕没有东山再起之日 姜妈妈说道 韩氏思存再三 还是不妥 若是动了若言的嫁妆 让丁家夫人知道了 以她那个火爆性子 定会满京城的去嚷嚷 不得更糟 说话间 孙先生回来了 搭拉着脑袋 站在厅中央 韩氏抹了把眼泪 狠狠瞪着她 一双怒木 几乎要喷出火来 她抓起茶几上的杯子 朝地上狠狠一砸 清脆的碎裂声 吓得孙先生两腿一软 跪了下来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可靠 又稳妥的人 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 赚大钱的好生意 现在你去想办法 把银子弄回来 去呀 韩氏指着孙先生的鼻子 怒马道 孙先生重重磕了两个响头 夫人息怒 小的也没料到 事情会这样 不瞒夫人 那谷先生他自己 也是投了全部神家进去 半生跑香壶 辛苦赚的银子 都没了 我呸 他亏多少 与我何干 便是死了 也与我无关 我只要拿回我的银子 你这个若是不替我想出法子来 要回这银子 我就治你个勾结外人 欺诈主子之罪 韩氏怒道 孙先生猛汗层层 古先生果有先见之明 夫人 小的怎敢做这般 欺主妄义之事 夫人明鉴呢 孙先生连连叩头 姜妈妈喝道 若不是你在夫人面前 说得天花乱坠 这银子能打水漂吗 打水漂还能听几声响呢 你赶紧替夫人想个法子 这个坎 要是过不去 咱们一个也跑不了 都得倒霉 孙先生惶恐地抬起头 用袖子擦了把额上的冷汗 吞吞吐吐吐地说道 办法也不是没有 姜妈妈催促道 你别吞吞吐吐地 有话赶紧说 夫人不若 把这两座废矿转手 孙先生定的定神说道 反正外人 又不知道这是废矿 只要咱们筹划得周小 韩氏眼睛一亮 直起身子 道 你起来说话 孙先生站起来 上前两步 小声说道 小的也是听古先生说的 他想找个商工 把他的份额转出去 然后远走他乡 到时候 谁还找得到他 韩氏迟出道 他是截然一身 走哪都不要紧 可咱们不行呀 孙先生眼中 闪过一丝皎洁之意 黑黑笑道 夫人 您把您的份额 都委托给古先生 不就成了 到时候 谁知道您也有份 出了什么事 人家只会找古先生 跟咱们 没关系 韩氏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 看看姜妈妈 姜妈妈点点头 认为这招可行 不过 怕是转不出好价钱 但小的以为 能拿回一点 是一点 孙先生道 韩氏慢慢起身 在厅中走来走去 孙先生和姜妈妈的目光 就跟着他转来转去 梁九 韩氏脚步停下 说 你去跟古先生说 让他帮忙 把我的份额也转了 能拿回多少 算多少 公布园外郎 黄大人府上 听说 您家公子 要娶李尚书家的表小姐 一位身材风云 颇显富态的夫人 凑近了放低声音 问道 黄夫人意外地一愣 赵夫人 这话您听谁说的 没这事啊 外面可都传遍了 您不知道 赵夫人祈祷 黄夫人瞠目 拔高了声音 气愤道 这是谁造的谣 缺不缺德呢 我家齐儿 怎么可能娶那种品性的女人 赵夫人恍然道 我说呢 您一事精明 怎会在这种大事上犯糊涂 咱也不是嫌弃人家是个表小姐 家是什么的 过得去也就行了 关键是品行 这娶妻要娶嫌 要是娶个嘴碎的 成天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 那就家无宁日了 您别怪我多事 咱们俩家什么交情 我一听说这事啊 就赶紧过来问问 既然您没这念头 那我也就放心了 可这谣言是哪传出来的呢 照这样传下去 三人成虎 众口硕金 黄公子的声誉 可得受影响了 黄夫人那日 听女儿转述了舞阳郡主的话 当即就断了结亲的心思 前日李夫人送来帖子 邀她过府续话 她也装并推了 没想到 外面尽是流言满天飞 以后妻还怎么找 像样的媳妇 黄夫人急得想骂娘 爱着赵夫人在 声声忍住 暗暗咬牙道 若叫我知道 是谁造的谣 我定叫她好看 赵夫人若有所思地说 有可能是那起子碎嘴之人 说着玩的 也有可能是谁故意 想坏我家大侄子的名声 也说不定啊 是李家自己传的 总之啊 嘴长在别人脸上 咱们也没办法不是 赵夫人说着 叹了口气 黄夫人越想越有道理 李夫人主动找她 定是急于将亲事定下来 怕她后悔 见她无动于衷 故意放出消息 逼她就范也不一定 这样想着 心里更是气愤不行 面上只能温婉笑道 多谢赵夫人来告诉我 不然啊 我还蒙在鼓里呢 这事我自有计较 并不会叫那起子 居心叵测之人得逞的 韩氏初时被打击的手忙脚乱 可冷静下来 细想想 又生出几分怀疑 将古先生留下的帐策 细细看了一遍 这帐做得很细致 根本瞧不出破绽 不行 还是得找皇家问问 林南照例在药铺等李明云下职 然后一起回家 可今日明云似乎特别迟 细时都快过了 还没来 银柳看看天色 焦急道 二少奶奶 是不是叫文山去看一下 林南倒是无所谓 反正铺子里有事 还没忙完 不以为然道 你急什么 二少爷定是公务还没忙完 就跟你二少奶奶我一样 慢慢等吧 银柳兴兴兴地撇了撇嘴 继续干活 麻利地把药包好了 就要交给等候取药之人 墨子又AA叫了起来 从银柳手中 把药包夺了过来 你干什么呢 银柳不解地看着他 墨子又道 我看你刚才拿福灵 都没撑过 就用手这么一抓 可别试了准头 银柳眉头轻挑 自信满满地指着药包 那你燕燕 若是不准 我叫你师父 银柳看他们俩又逗上了 婉儿道 叫师父可不行 我已经是你师父了 难道你想另投师门 我可不答应 银柳面上一酒 急道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墨子又不怀好意地笑道 按理呢 你该叫我师伯的 这样吧 也不用你另投师门了 你若是输了 以后老老实实叫我师伯 银柳双手插腰 鞋地里瞧着墨子又 那我若是赢了呢 墨子又眨巴着眼睛 那我叫你小师职呗 诶 这药到底要不要咽呢 等候取药的大叔纠结道 银柳笑眯眯地对大叔说 大叔您稍等一下 回头对墨子又凶巴巴道 你要验就快点 别叫大叔等着 墨子又欣欣翻了个白眼 悲催地笑 银柳见谁都客客气气 怎么就跟他红眉毛绿眼睛的 一点也不温柔 可怜呐 墨子又不是信不过银柳的准头 不过是找个借口 跟他玩笑几句 不过看那位大叔神情很是担忧 还真怕这药 没按大夫开的计量配 于是 只好打开药包 把茯苓片剪出来 放在秤上秤了 不多不少 正好三千 文山凑过去瞧 再看药方上 顿时竖起大拇指 赞道 银柳 真是看不出来呀 竟然有这本事 银柳挑衅地瞪了墨子又一眼 闲闲道 二少奶奶说过 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方法 只要掌握了其中的窍门 就能事半功倍 难怪当年你们五个世兄弟 加起来都比不过二少奶奶 就是你们做事不动脑筋 墨子又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诶 你还真得意上了 银柳把药重新包好 交给大叔 大叔 您放心拿着 我们回春堂的大夫医术高明 专要的伙计 也个个都是能手 枕头塞过杆秤 您就放心拿好吧 大叔这才放心 笑呵呵的 姑娘说的没错 我可是就认准你们回春堂了 连男不尽审笑 银柳这丫头 为墨师兄训练的 也是能说会到了 看来逗逗嘴 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那边墨子又好奇地问 你别吹牛皮 得这儿八经地 说出点门道来 我们才能信服不是 银柳很大言不惭地说 哼 这可不能随便交的 不然你叫我上师父先 哎 我说你这臭丫头 想逆天不成 正闹着 李明云和冬子走了进来 文山赶紧上前迎接 连男也放下手里的活 交给一旁的福安 您按这张房子抓好药 待会儿就给孙府送去 福安拿了药方 就去办事 忙好了吗 李明云走到柜台前 笑微微地问 连男边收拾东西 边问道 这个公务繁忙 李明云不知可否 只温和道 路上说吧 上了马车 连男看李明云唇角微扬 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心思一转 小声问道 山西那边的事发作了 李明云偏过头来 伸出手指 轻点了下连男的鼻尖 笑叹道 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 李明云拍掉她的手 笑嘻嘻地往明云身边 靠了靠 挽住她的胳膊 催促道 快说给我听啊 李明云开怀一笑 抽出胳膊 反揽住她的牵腰 温润的声音 透着愉悦 古先生 今日 应该是去见过老巫婆了 李明云不见心跳加速 终于等到这一日了 老巫婆会不会去吐血了呢 那你刚才 是去见古先生了 李明云问 没 在尘埃未定之前 我最好还是不要与她见面的好 反正该商量的 都已经商量妥了 各自分头行事便可 以防被老巫婆识破 李明云轻道 雷兰点点头 嗯 这倒是 小心能十万年存 今天本该通知你 早点回去看好戏的 不过我想想 咱们还是置身室外的好 让他们尽情折腾去 李明云说 林兰笑道 不用看了 光想想就觉得过瘾 老巫婆这会儿 肯定又倒下了 李明云赤鼻一笑 鸡血道 她就是想躺 也躺不成 林兰一正 怎么说 李明云缓缓道 父亲已经知道 明珠的事了 今天对韩氏来说 绝对是有生以来 最黑暗 最悲催的一天 先是盼了 许久的生意黄了 所有积蓄打了水漂 还欠下一屁股的债 直弄得焦头烂额 这事还不知如何解决 下人来报 老爷一回来 就气冲冲地 到醉井仙去了 本来已经半死的韩氏 硬是惊跳起来 急忙赶了过去 还没进院子 就听见里面明珠杀猪般的惨叫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爹 娘 救命啊 韩氏听了 好似心肝被人挖了一块去 那个痛啊 跌跌撞撞地冲了进去 只见院子里放了一张宽凳 四五个家丁 死死摁住明珠 还有一人正抡着板子 结结实实地往明珠身上砸 明泽跪在地上 拽着老爷的一摆 在那苦苦哀求 而老爷 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 恨声冷声地喊 打 给我重重地打 韩氏心头一阵急痛 两眼发黑 几乎要晕过去 又被明珠撕心念飞一声惨叫 给惊醒过来 住手 都给我住手 韩氏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冲上去一把 推开轮着板子的下人 整个人 扑在了明珠身上 那眼泪都不知何时躺下来的 只要一张嘴 就顺进满口的咸水 韩氏凄处地望着老爷 痛心地哭喊道 老爷 就算明珠再不懂事 犯了大错 您就瞧在他 从小就没爹的份上 饶他一回 您这么重的板子 他如何受得了啊 难道您真想打死他吗 明珠听到娘来了 哭得越发凄惨 李静贤怒视下人 喝道 是哪个死奴才 去通风报信 下人们都胆战心惊地低下了头 明泽忙道 父亲 您就消消气吧 表妹这回是真知道错了 您就饶他一回 李静贤一脚踹翻了明泽 指着韩氏和明珠怒马道 你就知道护着他 什么都替他遮着 掩着 瞒着 如今好了 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全京城都知道 我李家出了个刁蛮跋扈 品行不端的小姐 李家的声誉 都被他败光了 你还要护着他 你走开 我今天非打死这个孽障 不可 谁哟 我来听闻能行吗 你快去关闻的 咱们 坐在他 我们开闻能行吗 我来听闻能行吗 你 真懂